來關心車禍的消息 日前在今日市行家共同旁邊發生車禍遜過 今日市消防救接被通報後 隨著派遷後來分隊的救護人車全都救完 現場最正的事是車禍發生後後有兩國受傷的遺留 救護人員隨著退役處地 臨車送翁便宜在了 該市後來救人車到處 現場是80多回南住在樓中標準通口 救人員隨著臨車查看南住總控 並患上他的頭部一處撕裂傷 理論國也醫師因為都急後有受傷的進行 救人員隨著進行最好處地 並用警圈藏背板重疑靠頂窖 送翁便宜得了 現場是一位80幾歲的老人家 然後因為過馬路不小心被汽車撞到 那現場他的傷勢主要是集中在 右臉部的眉口那邊有撕裂傷 表示前的疼痛疑似有高能量撞擊 那我們就能給予警圈藏背板固定 直肩包扎進傷口 就進送往醫院治療 那現場相關的招職任教育 警告去調查這樣子 經濟了解這位男主宅過馬路時 技術沒有支援台車比車撞到 這次相關也好民眾 現任經過路口車支援台車 並等待紅頂治療再驚 以免發生危險 危害自身吉他人生命再三轉 先進到面蓋子彩虹 報告 再講吃和玩樂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旺TV YouTube頻道 帶您網路漫遊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